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左边是我们学域出版社的赖社长 在左边是我们学域智库的索朗秘书长 今天我们要继续被隐藏的西藏理念 挖掘出来中共在对待西藏的第三个套路 他的第三个套路就是削弱西藏政府的权力 他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人大在北京开幕 中国宪法得到权掌一致 鼓掌表决通过 中国新成立的宪法规章只许可地方自治 达连南妈他一行人 他是无法参加宪法的讨论 所有参加宪法讨论的人都是汉族的共产党人 这个和中共对香港制定的国安法是一样的 由不得你抗议 西藏政府的部长级的职务被废除 同时也废除了西藏大在喇嘛政府的首席法官职务 将他的地位下降到地方政府的首席法官 那作者就在这里说 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违反了17条条约 协议中的第四第六第十一条条的条款 不过呢 大家都知道中共政权是一向不把条约条款换到眼里的 条款是用来制约对方不是自己 就好像法律是来控制人民不是自己一样 但是要注意的是 17条条约中的条约都是中共没有任何咨询 西藏政府自己编制出来的 然后又自己违背 这其中的含义就是以欺骗来达到签约的目的 然后这个套路呢 中共还是依旧在用 我们看他跟着美国签订的贸易协定就知道 他就一直在跳票 所以他是一个惯性的诈期 这个套路三是 就是先有一个17条协议 17条协议的目的是开一个记者会 召告世界各国 西藏是我的 我们已经签了这个条例了 然后呢签了条例之后呢 慢慢的拔拳 把西藏政府的权力拔掉 这方面历史 是不是请秘书长给我们再补充一下 这个其实民国政府做 没有做得到 做完成的 后来都是共产党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做了 比如说1948年 也就是中国大陆那时候 民国政府执政的时候 因为西藏的派代表 到国际上去要 西藏代表正好在南京 那时候也正好国民政府开 那个国大大会 那时候他们邀请西藏代表出席 后来结果这个会议是 休憲的投票的那个 后来那个时候西藏代表才知道 我们就已经进入他们的休憲 那我们本来是来那个官选的 不是就是看那个他们开会的 后来西藏代表都没有去投票 或者那个就退出来了 类似这种 所以民国政府也是这个宪法里面 五族共和押那些都是藏着有那个支持 其实也是一个民国政府就是套路 其实西藏政府的代表根本就没有签字 那17条协议类似这样了 他也是先那个那些都是西藏人 根本就西藏代表带来的那些条件 根本就没有放弃去 反正都是全部都是中国政府制定的 的17条之后 那这个签完了以后 那本来是应该要17条里面要实施的 但是不到9年内他就刚刚赖宗讲的有几条 他慢慢慢慢因为他自己没有实施 后来才达赖喇嘛带领就是西藏政府 离往到印度 是 第三个套路 大家复习一下是什么呢 那就是不告诉你全貌 让你像虾子摸象一样 慢慢的慢慢的 这一点西藏政府的权力被拔掉 再慢慢的慢慢的 再那一点又再被拔掉一些权力 不知不觉 温水煮青蛙套路三 以前我需要他的忍摸 和个人 Faiz 二十五年 有一点 没关系 让你来开 我 乱 那 刚正是 那么 你 偶